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让我这个主持人有味觉的享受之外 还有视觉的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就在这位烘焙大师的小小工作室里面 我们欢迎美燕 美燕姐 你好 你好 我是美君 你怎么巧 对对对 美燕美君 我姐姐其实叫美燕的 我的妹妹叫美君 真的啊 好巧啊 我的妹妹叫美君 我们等一下可以做好朋友了 好 OK 那今天我是想要知道说 因为来到你的工作室 我想知道这里就是你的家对吧 对 然后就把你的家变成一个你的工作的地方 对 那我知道你曾经就是不是在这里工作人 对 不是做小饭 哦 是卖什么 是卖拉斯罗马炒米粉啊 还有自己做一点面包 哦 都是做吃的 对 哦 那个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情况就是很需要辛苦 因为没有功能的 就什么都事宜都要靠自己去做 自己煮 要分辨很好的时间 呃 早上四点就要起身了 早上起身 然后六点半就要赶着出门了 嗯 OK 那个时候你是已经有家庭了对吗 对对对 哦 家里有多少个小孩 三个 三个 那时候多大的 大的十五六岁这样的 哦 都还蛮大的哦 嗯 OK 在二十六 哦 所以那时候的所赚的钱都可以一样 嗯 帮助家里咯 因为孩子读书就不要用到钱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进入这一行 工庇这一行 因为我很喜欢做手工的东西 我有时会做一点水草啊 那种东西的 什么是水草 用水草来弄花啊 就是手艺的东西我很喜欢 是包包啊那种啊 这样子我的husband的姐姐二谷就是 他会发现到 呃 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东西 他就叫我去跟着他去一个朋友家 他讲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学一样东西 你应该是很喜欢的 嗯 我就学很简单 那时候学的 什么东西 就是呃 班航啊 印那个花出来半两 是 只是印朵花放在那个 Cupcake上面 哦 啊 一开始回来就会 上网了 看看人家的资料 哦 你那个时候花了多长时间 才真正会掌握这个文艺 画了要整 我看如果真正要掌握这个文艺要整年的时间 哦 嗯 很快耶 很快上手 很厉害 有天 啊 在就是 做了我就会铺上去 啊 网上给人家分享 给人家看啊 嗯 就是这样 嗯 那个时候你只是做一个小小的Cupcake 嗯 后来为什么哇 越做一大的 因为我就会呃 要求自己 越做 就是看到人家的作品 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我就有去上那个 呃 就普通级的蛋糕了 嗯 普通的翻堂蛋糕 就是怎样教你盖蛋糕 然后就是怎样 呃 做点简单 用樱花樱 黏在那个蛋糕上面而已 啊 然后我就上了那堂课 之后我就自己回来慢慢练习 慢慢练习 啊 都是自学的啊 对 好厉害哦 而且我知道之后你还有得奖 对 呃 因为马来西亚的 是主办单位的 他讲 他看到我的东西进步了很多 他就邀请我去参加 现场比赛 嗯 那个比赛是怎样的 就是现场 他给你三个小时里面 你要做四个公仔出来 四个 四个要连带有关系的 比如米奇 米尼 就是他的家族式的 嗯 就是不可以讲 呃 你离题的 哦 先行三个小时你要马上完成 就是一个主题 对 哦 所以只是做模型 对 然后之后有得奖 有 得了 一无一奖 哈哈哈 后来好像有有去 然后连续 第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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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天过后我就飞香港 比赛 哦又比另外一个 对去到香港 哦 那个是又比什么的 那个是比就是你要完成 就是把整个作品完成过后 拿去会场那边 啊 放三天 放三天就是 他有请外国老师来评判 嗯 所以那个评审是在那边 然后你们是带着已经现有的东西 对 对 他们会拿来藏还是直接看模型 看模型 那个就全靠你的创意 他会给你主题 啊 他的主题就是英文风格 哦 嗯 OK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得了大奖哦 啊 那个是网上投票 啊 网络投票 是什么奖 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奖 哦 OK 他可以帮助我把那个翻糖揉出来 包蛋糕 嗯 不用我这样势力的去揉 啊 嗯 那个是网络大奖 对 人气大奖 对 是网络上选出来票数最高 对对 哦 哦 OK 然后之后呢 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很出名了 还是一直以来都很出名 没有 还好还好 就是因为我的女儿三年前 他帮我开了一个page Facebook的page OK 就是这样子他分享出去 嗯 OK 所以就是借着这个网络的心理 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你这样 对 那我们下一节再聊一下这一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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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